中立幻花童 考验 欢迎节目主持人 汪汪汪 徐乃琳 欢迎收看 中立幻花童 考验 好 欢迎这三位特别来宾 欢迎您招心者 王忠平 欢迎大家 各位大家好 常客们你好 而且黄雨菱 我们都知道像从小在哪开西演唱 还被发觉到这个唱片界来 像张信哲是怎么样踏入歌坛 我是参加比赛 但是那次是正好有自作人去当裁判 就把我找去了 王忠平呢 我以前就是在一家餐厅演唱 后来就是那个自作人黄大军 他要去找一個安靜的餐廳 對 跟朋友聊天 像我就是在北投南西 後來被楊登奎 楊伯伯發掘到 那時候被發掘的時候你唱什麼歌 因為那時候當紅的有一首歌曲 叫做《Vulu》 記不記得那時候九歲的時候大概怎麼唱 哼一臉片好了 試試看好了 小時候怎麼跳的呢 啊 誰人會當了解 追不如的名字 是有努力發掘 還是結果笑 嗨嗨 嗨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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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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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ike me 阿門 我那時候唱一首是西洋歌曲 真的啊 什麼歌 一首不累的合唱團的EVE 好 EVE 來 聽聽看 好像鼓掌啦 不鼓掌不唱 You and I would simply fly away 哇 我剛剛是不提到他們的唱風嘛 都是一流的 今天是不是模仿一下好不好 我先嗎 那我就來唱一段那種 你知道我在等你嗎 你們聽聽看像不像 來聽聽看 你知道我在等你嗎 你如果真的在乎 又只會讓無盡的夜陪我度過 你知道我在等你嗎 你如果真的在乎 怎會我掛著手在風中顫抖 模仿人座 那我今天跟妳說是模仿 因為是好朋友嘛 所以比較注意一點 會評啊 對 會評 他不好意思講模仿 事實上是毀棒 一朵盛開的花 如絲如花 你的微笑多芬芳 高呀 高呀 看愛的你不知道哪裏去 卻留下了 無限情依 愛情的我度外 都欠 還有另外一個好朋友嗎 另外一個 那個眼睛就比較辛苦一點 八字等一下 大家知道誰 好 出賣一下好朋友 好 出賣一下好朋友 認真的眼睛 我看到你 眼睛 一對認真的眼睛 但愛情用愛來襲 總是走看又看看不起 我眼睛 一對認真的眼睛 回來了 回來了 哇 太誇張太誇張了 那王中平剛一直這樣很專心這樣 他一直點頭 想不想學要不要試試看 單眼皮那種斜斜的眼睛 我們看一下 我真的沒有對 不要哭不要哭 不要哭叫你學不要哭好不好 我真的不會 那你會誰今天會誰 我有學杜德偉 杜德偉 叫我的 唱歌嗎 朋友幸好有觀眾朋友也會杜德偉是吧 笨舞 來來來來 HAPPY HAPPY SEARCH HAPPY HAPPY SEARCH 整個世界需要快樂來傳動 HAPPY SEARCH Everybody SHIP YOUR BODY 嘴巴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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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位主角真的跳得非常好 非常谢谢你们 谢谢 接下来我们要给这王冬鼎稍微轻松一下 让他笑一笑 大家一起看一下 双书院 男人做了灰心事总喜欢用礼物来搪塞 礼物的大小和外语严重程度成正笔骂 请看今天的双书院 这年头当老婆还真得多小心 说真的 我跟你讲我们做老婆都要防丈夫外遇 真是防不胜防 可是没有办法不能够就这样让他们活来 对不对 才怪罚宝多的是 真的吗 什么方法 我们刚结婚结婚一年是吧 我结婚七年 七年了 是啊 可是哦 我是觉得看你先生的长相 你应该不会有什么外遇的那种感觉吧 是 老婆你知道有些女人本身她就是说看一个男人有钱嘛 她自己会倒贴你 你当初嫁你老公就这样子 你很烦那你都知道 不是 我开玩笑的 你赶快叫我姐 首先呢 你发现这个丈夫不在身边的时候 你自己做太太随时要突击检查 你知道怎么要突击检查 这没事在上班时间呢 就带着自己的小孩到老公的办公室说 老公我等你下班我们一起吃饭好不好 老公一说 可是我临时有事不行耶 这个时候就有鬼了 不是啊 男人很多 下班以后她会有应酬啊干嘛的 应酬 我给你讲十次应酬有五次上酒廊 有五次是 剩下就是找野花我告诉你 不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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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常常打她手机是 对不起 您打的电话现在收不到讯号 所以无法接通 是不是 没错啊 但是她每次都说 因为没有充好电没电了 就是她把她关机了 或者是酒廊通常都在地下 是根本收不到讯号 你知道吗 她不愿意找得到她耶 我觉得我好像被她骗了好久 你真的很可怜耶 我问你 你老公下班的时候 是不是车子停老远老远 然后跑步回家 对啊 她说人快到中年了 所以要躲云洞 所以她就把车停很远 叫跑步流汗 才怪呢 主要是说她希望跑步流汗 然后盖住那个 她这个勾搭的女人的香水味 不会吧 你真的被她骗得很傻耶 天啊 我真的是一个笨女人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这怎么办呢 那我现在是不是要找真信社去调查她 红皮的 什么真信社 那是老招了 拜托你来点新鲜的好不好 我告诉你 我比较新招的 你看 这是什么 发票 发票 对啊 车的收费证明 对啊 对啊 干嘛 对发票 什么我对发票 我叫老公一天的所有的发票 通通要给我 我借由发票来查她的行踪 你知道吗 你看啊 这张 我老公昨天那中午 在公司吃的这个牛腩饭 所以八十块钱 看到了吧 看到了 这个 这个呢 是我老公昨天去看客户了 所以在那停车停了两个小时 哦 哦 哇 这个 当然了 她回来的路上啊 在便利商店是不是 买了一罐饮料跟一个热狗 哇 连吃热狗都知道吗 这上面真的这样你没看到啊 知道厉害了吧 哇 这张好厉害哦 当然厉害啦 嗯 我还有一点 我 真的很不愿意告诉你 什么 怎么 怎么了 我想 你老公有没有常常送你礼物 有啊 她每天 因为我们刚结婚没多久 你知道吗 实际上她每天都送我一束花 送你一束花 你完蛋了 你知道吗 你知道送礼物代表什么吗 你知道一般男生 像得到手的女人 她是不需要花任何的耐心 可以精神的你知道吗 她送礼物 表示她有做亏心事 送花 第一 送花 表示说她已经心里有非分之想 她已经对准几个女人的目标了 你知道 可是还是没有开始行动 她每天都送花 表示每天都有非分之想 原来 你怎么那么年轻 这样子的想法 第二 如果说她送你香水的话 你知道是为什么 不知道 那是主要是说 她已经偶尔呢 跟女生有所接触了 她送你香水是想混乱你的嗅觉 你知道吗 让你闻不出她身上的香水味 你懂了 第三 如果说她送你钻戒的话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比较危险了 你知道 她已经有固定的这种伴侣了 你知道吗 这个时候等于就是说 她已经金屋长焦了 所以她就 她这个心里越愧对你 越愧就送了 礼物越大 第四种是最危险的一种 这些是汽车洋房 这个时候就完全没得救了 她已经想把这个金屋长焦的女人 胡镇你知道吗 这个时候你怎么办 你直接找一个好律师 能捞一点试一点了 天哪 我以前都不知道 谢谢你 我以后会都想 来来 来来 李先生你好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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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结婚一年了 你知道吗一年 一年嘛 代表止婚对不对 对很脆弱很脆弱 人家都说感情很薄弱 跟止一样 但是我不觉得 我觉得我们结婚一年前 那个戒子太小了 今天送给你这个 不会是钻戒吧 对了 对了 来 星星班 你不有什么用啊 你这个没良心的男人 你欺骗了我这么久 我都不知道 我应该怎么办 你不是打她就算了 还要踹她 妈 妈 你给我快快去 妈 妈 爸爸你回来了 新年节快乐 新年节快乐 你没有送我什么礼物 对不对 你不会送我礼物 对不对 我就知道你最好的 我最好的 你绝对不会送我那个礼物 对不对 没有 不过啊 结婚七年了 人家常说这个男人啊 这个结婚有七年之一 但是我对你啊 存在是忠心不二 对不对 真的啊 而且这七年来啊 我把我所有的积蓄呢 都捐出来 接着孤儿厌庆 不是 捐给我最心爱的人 当然就是你了 谢谢啊 你知道我要送你什么东西吗 当然啦 我要送你东西啊 她啊 我们这个屋里面绝对容不下她 什么 香花 不是 香水 不是 钻 钻件 不能吗 这些多熟悉的东西呢 而且我们的身份地位 我怎么会送给你这些东西呢 想知道怎么拉 霍天霍 真的要有感动 不要 不要激动 送你这艘 她身份地位就适合你 你开得出去多拉风多漂亮 不带气 对 你angelangel 把薛姐renteressed 來出鏡 對不對 你想要你 你想要你 你還要你 怎麼了 我跟你講 我先生是當歷史 你不可以看到我 你要被捧位了 我不客氣 我叫你先生 把你的都忙不完 你 太美了 我自己來擦 怎麼了 送你車子幹嘛就 給你先生了 你怎麼可以 這樣 是對我 這樣三位平常休學 你們有沒有常去逛夜市 幾乎 全省的夜市都去吃過了 你們知不知道這種 台灣夜市 台灣的地名的由來 為什麼叫台灣 不知道 我們知道 看看我們的各說各話 嗨 各位親愛的朋友們 又嚇著你了嗎 我就是信學大師 金賽夫人 又到了跟你來 談天說地的時候了 今天呢 這是一位 幸運的觀眾朋友 他的來信 哦 他真的是非常的幸運 而我見到他的來信 我也非常的幸運 他呢就是 最近來台灣演唱的 巴比布朗先生 是的 他呢 寫了一封信給我 告訴他 告訴我 他很愛慕我 希望能夠跟我 有一些信接觸 哦不是 是 信件上的接觸 信件的往來 是的 哦好緊張啊 好了 但是呢 在這邊我要先告訴這位 巴比布朗先生 就是你來到台灣 就必須要先了解台灣的由來 台灣 台灣這兩個字怎麼來的呢 其實呢 就是在明朝的時候 對 那個時候呢 在泉州 有一位先生 他的名字呢 叫做周英 他是泉州人 然後呢 他寫了一本書 名字叫做東方記 那這個書裡面提到了 這個台灣的地名呢 就是那個時候是稱為叫做 台圓 圓外的圓 是的 那麼這個台圓 用閩南語發音呢 就成了 台湾 後來就是台灣的由來了 這麼簡單 是不是呢 好了 各位親愛的朋友 你們有沒有發現到了呢 其實他們父親倆 這個巴比布朗哥 惠尼休斯頓 他們兩個人其實呢 是貌合神禮的 因為呢 你們知道嗎 他們生的那個女兒啊 有 根本就不是惠尼休斯頓生的 你們知道嗎 來 你們想知道是誰生的嗎 好 你們仔細看那個小孩子 看了以後呢 來 侵毒我的唇 你們不覺得那個小孩子 很像我嗎 是的 我告訴你們 他們是肩膚生子啊 他們是鑑於我的美貌 所以呢 想要我生個小孩子啊 你說這有沒有天涼啊 哎呀 真是難回我了 不過我 我也是無所謂的了 反正我 傑克斯嘛 下次那個 麥可傑克森啊 或者是 很有名的 大衛教派那個領袖啊 他死了 或是 蒙人同胞 我也一律接受 好了 所以呢 最後全世界的巨星朋友們 你們不妨都來找我吧 好了 最後呢 我還是要送給這個全世界的朋友們 all of the world的巨星們 送你們everybody 一人一個吻 團體一起來的話 那我可以打八折的 呃 大家好 我們是快樂的檳榔姐妹花 我是包雄啊 我是 firma 妹妹啊 我們小弄 Magic最近很久沒去過 對不對 是咧 她要休假 她休假我去那台灣環島一週咧 原來機器人你也可以休假 可美 喔 那 可是妳要去台灣 妳該知道那台灣這個名稱是怎麼來的呢 吼 唱給妳聽 台灣名稱來自那荷蘭 樓台蓋地那海水就是 這就是最早台灣的由來啦 可美 原來這麼簡單說 就是在荷蘭的時候 把那個樓台蓋在海水陸彎的地方 就是彎中有台 台中有彎 就叫做台灣啦 好有協問喔 有隔離喔 嘿 妹妹啊 妳知不知道我們台灣最近也很想給她加入聯合國了 是耶 是耶 那 可是呢 那國外聽說也很鄭重的在考慮說 對啊 我想要一個很好很好的辦法 對啊 我要建議我們那裡總統 讓我們冰榔姐妹會要去當那千戰大使 吼 妳是說 用我們的檳榔去做國民外交 然後 麵倒那些聯合國裡面的官員們 然後讓他們到車上來 妳敢去加入那聯合國 嘿咩 嘿咩 妳知道我們台灣是行不通的話 到最後 只有欺騙我 給她犧牲色相 用那射幼他們看他們 要不讓我們加入那聯合國 妳要 妳要用射幼嘛 是咩 嗯 哪裡射呢 咩 我雖然射幼 但是我絕對保證拿三點不漏 那要怎麼用呢 因為我那最重要的部位 眼睛嗎 不是 那是三點 什麼 那三點給他 那中式小冰榔 三點不漏 怎麼樣 哇 妳們這招很厲害喔 人家是赤裸的高揚 妳是赤裸的冰榔 對 對 對 可是我告訴妳這良心的建議喔 妳這樣子 躲在那個聯合國中間喔 那個恐怕那個 聯合國 來來來 進嘟我的唇 就要我姐啦 對 如果是碰到台灣 繼續起雞臉部 我不會去想 所以咩 現在大家在親切的叫我一聲 好啊 好啊 謝謝大家 好咧 今天要來跟大家討論一個 跟大家真是有這個密切關係的 沒問題啦 就是咧 我們每一個人呢 現在都是居住在這個台灣島上面 但是咧 這個台灣 台灣 台灣這兩個就是怎麼來的 它有什麼典故呢 好 現在呢 藉由我潮福氣來告訴你們 聽到這個消息 真的是你們的福氣 啊 好奇啦 講到這個台灣呢 就是在明代中葉的時候 那個時候呢 在安平地區呢 有一個這個土著的部落 它的名字呢 叫做台窩灣族 後來咧 這個台窩灣族這個名字呢 就被這個安平地區廣大的運用起來了 所有的安平地區 都叫做這個台灣 台窩灣族 後來咧 咧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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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咧 哎呦 全神就都變成了叫做這個台窩灣族 後來就簡稱就叫台灣台灣 台灣就是這樣啦 好啦 現在大家都非常清楚啦 但是咧 我現在又有點不清楚啦 怎麼說咧 現在台灣喔 哎呦 本來是很安定和平 怎麼現在突然變得這麼亂呢 哎呦 國會殿堂裡面天天都有人在打架 哎呦 超恐怖的 各位咧現在有決定 我要來練功 我要練功 金鐘罩鐵布森刀槍不入 來保護我自己 好啦 我來練功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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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刀槍不入 哈 刀槍不入 哈 哈 好厲害喔 厲害喔 你看 我這樣 我現在什麼都不怕 所以各位的賢迷們 神道五 超福氣啊 真的是你們的福氣啦 阿福氣啦 來 現在大家一起來 親切的叫我一聲 阿 福氣啦 阿 好痛 哪一位是正確的 超服氣好了 那個耐打的 那我猜檳榔姐妹花 我猜金賽夫人 好 每個人都不合 看看正確答案是什麼呢 明人解答 關於台灣這個名稱的由來 有好幾種種種說法 不過主要的呢 大概有三種 第一種就是 在明朝的時候 有一位泉州人 叫周英的他寫了一部書 叫做《東藩記》 在這個書裡頭呢 他指台灣呢叫台圓 圓就是公務員的圓 那麼我們現在的台灣話裡頭 講台灣的發音 也是這個下平音 這個很合適 也很多人認為這個解釋還是很好的 第二種說法呢就是 在1624年 荷蘭人呢入居台灣以後呢 他在這個海水入灣的地方 造了樓台 所以就是台灣呢 是這樣子來的 那麼最後還有一種說法呢 也就是在今天安平這一帶啊 住的原住民呢 叫做台窩灣族 後來就把這個地區啊 稱為台窩灣 那麼最後呢這個台窩灣呢 就變成全島的一個名字 所以成為台灣了 事實上三個答案都不正確的 那我們等下三個歡呼一下 所有參賽者來賓 好 耶 像王中平剛剛看金賽夫人看得很專心 自己會不會金賽夫人說話的方式 一個 不全能穩 嘴巴生氣 謝謝 谢谢观看